民众预料这个月内就可以在超市和连锁便利店买到自助检测试剂盒 目前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和卫生部正在讨论 很快就会有结论 贸销部长纳路斯里亚历山大表示 政府决定开放让更多单位售卖自助检测试剂盒 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可以更轻易的买到 贸销部也鼓励商家主动以更低廉的价格售卖自助检测试剂盒 不需要等待政府设定的新顶价 目前民众只能够在药剂行购买到自助检测试剂盒 每一盒的零售顶价是19令吉90仙